做了HTML的一些基本元素和它们的重要属性之后呢 我们来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天在写的HTML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 它是一个设计稿吗 它是一张图片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程序的界面呢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完整的Web应用呢 它包括HTML, CSS和JavaScript 而HTML在里面扮演的是结构的角色 什么东西是有结构的 事实上呢 HTML它实际上是一份文档 也就是跟你的Word的文档 是同一回事的一个东西 那么既然是文档的话 它才会有结构 这个结构呢 就是描述文档的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 一份文档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标题 然后呢 摘要 证文 证文可能分多少个区域 多少个主题 每个主题的标题是什么 子标题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它有区域和大纲 那HTML跟Word的文档是一样的 它也有区域 有大纲 这个概念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陌生 或者说你在说什么鬼 我每天写的HTML 哪有这样一些东西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具体的 首先这个呢 是一个我们日常写的HTML的文档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section section就是一个区域 区域里面呢 有一个标题也是H1 那么写的是Forest Elephants 森林里的大象嘛 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section 一个区块 它的标题是introduction 介绍 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section 叫做Habitate 应该是习性 第三个呢 来了一个Aside Aside呢 下面是Advertising Block 这个是广告区域 好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它跟一个文档的结构 是一样的 它的标题 然后呢 它分为两个区域 两个区域里面呢 各自有自己的指标题和正文 接下来呢 有一个不太重要的区域 用的Aside 最后下面有一个footer 就是相当于一个版权 或者类似页角这样的东西 你发现这个东西 虽然它是一个HTML 但是呢 它跟我们的文档是非常像的 那我们去抽取一下 这个文档的大纲呢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有一个Forest Elephants 然后呢 有一个Introduction 有一个Habitate 有一个Aside 就是Section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样一个Aman的大概的结构 你可能会说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用呢 好 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并不是我发明出来的 或者我教你们说HTML有大纲 它就是有大纲的 HTML5 它增加了这么多的语义化的标签 包括Section 包括Footer 包括Aside Article等等 这样一些语义化的标签 就是为了 那HTML 文档的结构更清晰 语义 更明显 那么同时 它其实也推出了一套大纲的算法 规定的哪一些元素 是纳入大纲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做的一个大纲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工具呢 在GitHub上 有开源 这是它的一个网址 稍后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它运行之后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呢 是我们在腾讯网首页看的 那你可以看到 根源元素是腾讯网 它下面的可以分为药文 今日话题 今日图画 快报 市场行情 星座 等等等等 那药文里面呢 又列出了四条药文 可以看到这个大纲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非常像你把腾讯网当成一个word文章 然后你去看它这个word文章的大纲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首先这个H5O就是outline 这样一个大纲算法工具 那它是来自W3C的 可以看到 W3C的大纲算法 那么它有几种使用方式 一种是Chrome插件 一种是这个书签 那么这个书签呢 只需要你把它拖到这个书签栏上 就可以用了 那我已经拖过了 就不再拖了 拖完之后 怎么样去用它呢 就是点一下这个 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大纲 好 我们去分别看一下几个网站 首先一个呢 是我们的腾讯网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过了 但我们再点一下 可以看到腾讯网 然后药文 经济话题等等等等 这个大纲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也得益于腾讯 一直对这种HTML语化非常关注 因为腾讯是有专门的web重构工程师 但现在叫做UI开发工程师 他们会对这个HTML研究的比较深入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淘宝 淘宝 当我们点一下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同样的是有大纲的主题市场 特色市场 然后有RAPP淘宝网什么的 但是呢 这个大纲里面的内容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这个也不好说是好还是不好 有可能它的主要的需要你关注的导航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在白度搜索咱们的木克网 然后呢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这个大纲 你看到这个大纲非常清晰 跟这个结果是一一对应的 当我点这个大纲的时候 你就能找到这一条的结果 那百度百克 这个大纲呢 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这个也得益于 这个页面的信息架构 本来就是非常清晰的 那我们看一下有文章的地方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博客 里面的讲ES2015Weekmap的 这样一篇文章 好 当它加载完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大纲 能看到呢 这篇文章的标题在这里 但在上面呢 这个是因为我没有专门去做 所以你只能看到 按抬头的 文章的标题在这里 我就能非常清晰的 看到这篇文章的结构 这一个标题 ES2015Weekmap的学习和使用 下面呢 分为四个指标题 Weekmap的特性 然后呢 使用场景 模拟 最后是小接 那Weekmap的特性呢 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呢 Key只能使用对象 第二个呢 Key中的对象保持弱影用 第三个呢 是无法便利 你会发现 这样一个大纲呢 就让我们的HTML的结构 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么你可能会说 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又不会天天去看这个大纲 对吧 对 可能对用户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用 但是你想 如果你的网页 是由百度去看的 是由Google去看的 是由爬虫去看 或者是由读拼软件去看的 这个时候你发现 这个大纲 它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它能够更好的让机器 或者让其他的阅读器等等 了解你这个页面的结构 当机器 搜索引擎 蜘蛛等等 这些都能非常好的 了解你的HTML的结构的时候 你自己理解起来 也会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就说 这个HTML文档的结构 是合理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写HTML的时候 关注一下 我们的HTML的结构 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放这个标签 它的含义是什么 整体的结构 是怎么样的 千万不要说 因为设计给我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画一个框框 所以我用一个DIV 那个地方画一个框框 我用一个DIV 然后最后你整个页面全部是DIV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这样的页面就是没有语意的 没有结构的 或者说结构是非常混乱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事情 同样的 经过这一块的学习之后 我们就了解到 为什么HTML的语意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 各个标签的不同 了解它们的语意 谢谢大家的语意